三度酒驾入狱 第四次禁不用关 新北市一名男子黄海胜 在2010年和2011年两度酒驾 分别被判处罚金 没想到去年7月 他在国道树林段被拦下 又是酒驾 因法务部去年颁布酒驾三证条款 5年内三办者 检方将不同意行则可一颗罚金 要入奸服刑 他所以照顾父母幼女的理由声名异议 人遭驳回得入奸 而他在案件审理期间 近四度酒驾被逮 他这次声明异议 法官洪一花却认为 检方没上诉代表接受 判准他一颗罚金不用坐牢 新城三犯坐牢 四犯不用关的离奇结局 法界表示 三证条款顶多是行政命令 法官仍有权依个案裁决 没有谁对谁错 动新闻新北报导 辑决 22号 辑决 辑冶 辑合 辑农 辑这次声明日